现在的我的确觉得很兴趣 但在那之前 我也曾和你们一样 一个人漂泊在外 背井离乡 我也曾和你们一样 在来来往往中 迷失方向 我也曾和你们一样 盲目地读书 盲目地生活 我也曾和你们一样 看不到未来 你别迷茫 你不干什么的吗 就这么小的一个账 你就算错了 你跟老板怎么找 你严的对不起 你啥用 你说你老板还能用你们这样 被歧视 被轻视 被忽视 耳后的种种 从不曾放弃 可以 现在 在你面前的 你不再是那个我 也许有人认为有了宝宝 就会失去自我 而有了宝宝的我 反而更受激励 是他们让我看清了前面的路 我没有给自己的人生设限 而是给了自己一份创业的梦想 这既是给自己的营养 也是给孩子们的榜样 即使再累 今年累月的风雨给了我自信 完整的家庭给了我坚实的臂膀 让我挺起胸膛 班值起量 其实并不需要一直委屈孩子们 需要我们自己去做出改变 换一个态度去面对人生 的确会有所不同 感谢观看